啊 好 大家有看到螢幕嗎 有 有 好謝謝 那所以其實今天主要 其實最大今天最大的進度就是 我們那個共筆治理共筆最下面 已經把時間都壓出來了 現在目標就是6月22號這個治理機制就會上線 所以目前今天會做的幾件事情也都做了 就是現在general上有公告本資以及繼續收集意見 然後以及有take目前現有的所有的admin 然後請他們就是要回覆說要不要續任 那假如到6月15號他們都沒有回覆的話 那我們就視為無 續任意願那我們就會將他 從admin名單中 派出 另外app的部分 目前我也take所有的現有的app的 申請人 那也一樣6月15號前如果他們都沒有來 回覆說他們app要不要繼續使用 那麼6月15號我們就把app給刪除掉 那目前已經有三個人回覆說app不要了 所以就是gmv submit 2020跟那個 altern gmv 跟 Google drive 三個 都已經回覆不要了 所以這三個我剛剛都已經刪除掉了 然後 剛剛發現了一件很悲慘的事情 就是說 雖然 免費版的帳號可以安裝10個app 但是這10個app還包含了 custom integration custom integration是另外一個stake的功能 然後他已經預示他就會佔用 4個app的空間 所以其實跟他講我們最多只能安裝6個app而已 4個 對 所以 目前我把自理機制現在調整成本來的10個app 我現在改成5個 因為他有個問題是說如果你今天10個裝滿的情況下 你app 既有app也不能做更新 所以你為了要能夠更新app 最好還是要留一個app的空間是做更新用的 就變成說要砍到剩5個 那今天也有生一個google drive 一個spreadsheet 來記錄就是每一個 管理員他 最後最近是表達他要留任的日期是哪一天 那這是為了因應那個治理機制 每一年他都來表達他要留任這件事情 那假如他只要超過一年沒有表達 然後tag他也沒有回應的話 那可能就會從admin的 托爾中移除掉 那app也是一樣就是會 如果app每一季沒有來表達說要續約的意願的話 那app我們就會解除安裝 所以這個spreadsheet也開好了 好所以看一下是不是以上今天進度都在這 對今天進度今天這個機制的進度就這樣 那 就是恭喜我們在6月22號應該這個機制就會這次上路了 感受到 是 是 是 也 是 是 那麼